为期十天的《我家的两岸故事》 千台历史记忆两岸四城寻掌 福州厂12月10日在福州市三方七项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 通过展出、实物、图片、影音等资料 讲述了一个个《我家的两岸故事》 《我家的两岸故事》展览以人物影音及点长文物为主轴 结合互动科技与新媒体艺术 打造、漂移时光、千台印象、落地成家 《我的传家宝》四大展区 记者看到 近代从大陆渡台的史料文献 寄予情感的传家族谱与亲笔家书 一张张泛黄的照片 两岸往来不错的珍贵写真与笔墨手稿等 让人目不暇接 出动我的都是 他们在那种困难环境中的 自然感觉到出来的 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校道 还有父母亲啊 他们如何的希望他们子女过好日子 如果仔细去研究可以发掘很多这种故事 2016年台湾省春池文教基金会启动了千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 三年间基金会奔赴台湾从北至南各乡镇市区 遍访千台一代二代三代及其亲友家属 搜集受访者历代传承的家族纪念物传家宝等 截止目前 已经采集收入超过800名见证人物 以他们感人而珍贵的亲身经历 家族千台记忆乃至生命故事 展现了千台历史的流变脉动 沈庆经也希望更多年轻人通过此次展览 了解当时的历史时空背景 同时也希望以此促进两岸民众情感交流 更重要的它凸显出各个不同省级 不同区域的人 它在一种自然的融合性 这就是这个时代 在70年前那个年代 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真实 资料换记录了 是我们要努力抢救 我们想表达的就是这样 真实的表达 也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我家的两岸故事 千台历史记忆两岸四层寻展 由高雄上海台北福州四层文化单位 与台湾省春池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 此前已先后在高雄上海台北巡回展出 此次以福州作为我家的两岸故事 2019年终点站 再把这个事情的温度找回来 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 曾经有两百万人离乡背景到台湾去 然后现在有些人都常常回来看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种工作或者是活动 等于是两岸文化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下 两岸的文化共识可以藉由亲情 藉由文化把它带回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接下来 感谢观看